这是自然的力量 白地上空无一物 这是科学的作用 制炎制简 荒田重回沃土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拿什么拯救你 炎简壁 虽然是雨后 眼前这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 还是能明显地看出 覆盖着白麻麻的薄纱 一层白色的结晶状物体 如果不是远处 临心点缀着的几棵白杨树 恐怕我们还会以为 这是冬日里一场小雪过后的场景吧 但是这里没有下雪 这层白色的结晶状物体 也不是堆积的雪花 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师27团的新团长 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均墾历史的团队 27团已经在此耕耘几十年了 经验丰富的新团长告诉我们 雨后地面上这些肉眼可见的白色结晶 就是盐碱 而这种土地 当地人也称其为白地 白地就是没有庄稼的地 白地也是因为这些地的表面就是白色的 由于白地表面覆盖着大量的盐粒 同时土壤里也含有大量的盐碱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盐碱地 盐与空气水一样 是人类滥雨维持生命的必需元素 但是科学家们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实验 这是两株正常生长的幼苗 现在科学家对其中一颗施加了过量的盐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您看本来茁壮生长的幼苗枯萎了 绿叶变黄了 生机活力也不见了 这就是盐碱地上不能长庄稼的真正原因 如今由于土地盐碱化的不断加重 摆在新团长面前最大的问题 不是能继续开啃出多少荒地 而是如何改善现有土地的盐碱化 老一辈军肯人想了很多的办法 除了挖牌区牌碱以外 还增是有机肥 通过水以水来压碱 然后还有通过爆破的方法 来治理盐碱 很多很多的方法都使用了 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包括现在这个开坑的土地 这个我们原来就是这个二三十年前 那么开坑的这些土地 大概有个五六万亩地 现在七更的地有两三万亩地 所以说因为靠着湖边上的这块地 因为地下水位比较高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办法想了 但是治理盐碱的效果依然很差 受盐碱化问题困扰的不光是新团长 作为新兴的职业农民的一员 杨靖超在普惠农场这个地方 已经耕种二十三年了 用他的话说 因为近些年越来越缺水 用机器从很深的地方 打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 里面含有很重很重的盐 根本不能用来浇地 而水的缺少 反过来又导致地里的盐也越来越重 青则出苗率低 长势差 减产减收 再严重的情况 只能弃耕了 对于像杨靖超这样 辛勤耕做这么多年的农民来说 哪怕是还有一丝希望 地也会是坚持种下去的 弃耕真的是走到了绝境 水一圈 这个一眼间压不走 越压不走 棉花越不出 越不出泥料 越不长 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肩越大 泥料越没有 它很不长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盐碱地的治理效果反复 不能治本 究竟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技术方法 能够彻底解决土地盐碱化的问题 究竟还有多久 才能实现根治盐碱地的夙愿 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如同三把尖刀深深地扎在每一个受严谨化困扰的人心里面 历日当头 仿佛无视三十五六度的高温 这个戴着棒球帽的中年女性拿起一个银白色的管状工具 用力插入了荒地 然后小心翼翼地拔出来 将管中带出来的土壤轻轻地打碎 并用一块白色布袋接上 在她身旁的一个小姑娘 则熟练地用GPS定位 然后开始填表 并将填好的表格和布袋里的土壤放到一起 还有一个人静静地走到一边 蹲下来 将填里的土打碎 放在手里仔细地观察起来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又是在做什么呢 这一切的一切 还要从如何治理严检地说起 冰团有177个农牧团场 按照当时的不与民争利的 在这个原则之下 冰团团场的分布 120多个团场 分布在新疆的两大沙漠 也是两大盆地的周边 还有58个团场 分布在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 特殊的自然地理的这种区位 造成了冰团的耕地的 严检化程度比较高 那据初步了解 严检化程度超过了40% 其中有三分之一 还是重度严检化 不光是冰团 放眼全国 截止2015年底 全国石油耕地面积 20.26亿亩 而第二次土地普查结果显示 全国有1亿亩严检地耕地 如果有这么多的严检地 可以改良为有效耕地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 我们国家又可以多解决 0.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居正山博士 就是走在严检化改良道路上的 众多科学家中的一员 作为从事土地土质改良整治工作的先驱之一 在他辛勤耕耘的这些年中 帮助诸如东营等许多地方 解决了烙字土质等一系列的问题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正是这些深入田间地头 调研探索的经历 让他真正感受到了 解决土地严检化问题的迫切性和复杂性 在新疆调研和探索期间 通过亲自到水文观测站 分析一手的大量数据 屈博士敏锐地发现到 地下水位的变动 是引起土地严检化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检现象跟地下水位的变迁 有着密切的关联 也正是基于此 屈博士和他的团队提出了 岸管排岩技术的新理念 在屈博士的指导下 兵团的人挖开了土地 他们要在这块严检地里 按照一定间距 深度 孔径关系 计算铺设的一系列岸管 替代传统排检用的铭钩 这就是岸管排岩 这种技术提供了排岩排检的效率 调控地下水位的同时减少了耕地的浪费 而这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打破了传统方法放任地下水位的调控 导致严检反复发生的现状 岸管排检基础的难点 刚刚解决了理论技术的难点 另一个问题就摆在了居博士面前 由于动辄数万亩面积的岩碱地的存在 如果单靠人工填射管道 且不说效率低 诸如横定的管道埋设深度 管道埋设的止与不止等施工要求也很难达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的工程师们挺身而出 与居博士的团队们一道 经过多年的技术公关和实验 终于使得破土埋管回填一体化的机械 得以国产化自主化 这种结合激光制导 GPS定位的激光液压电气化多种技术 为一体的大型容器的发明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精度和效率 可以说是岸管技术的左膀右臂 也为岸管排研排检技术的普及铺平了道路 岸管改检技术是科技创新 引领土地整治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项技术为我国工程化 治理研检土地资源 建立了一套国产化装备 技术与标准体系 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工程技术手段 目前我国可以改良利用的岸年土 大数在三亿亩左右 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西北和东北三大片区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传河三角洲岸管改建技术 已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 在新疆地区基本实验成功 在节水节地 提升耕地质量和促进农业现代化方面 成效简注 对治理西北地区的岸年地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虽然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但总有些殊途同归的例子 比如在岩碱化土地改良的道路上 还有一队人马在前进的方向集醒 这就是前面和杨敬超一起 在汽根的土地上 去样查看土质情况的那个中年男人 如果说岸管排岩技术使用的是物理方法 刘广飞和他的团队们 则更多地从化学的角度出发 给出了岩碱化治理的新思路 使用土壤调理剂 齿酱技术中涉及到的土壤调理剂 是通过土壤调理剂中的有效成分 与土壤中的盐和碱发生化学反应 达到迅速降低土壤的含烟量 降低土壤的酸碱度的目的 在实际应用中 比如我们今天上午看到这块地 通过在低水出苗的时候 加入我们那个土壤调理剂 可以达到提高出苗率 苗齐苗状的效果 每一块盐碱化土地的治理 柳广飞和他的技术团队 都需要依据现场的土壤成分分析 专门为这片土地定制土壤调理剂 适用了土壤调理剂后 土壤中的盐分比例得以改善 从而可以为植物的生长所用 区别于以往的大规模工程化 排碱排盐的方法 土壤调理剂的使用 使得排碱排盐 如同适用化肥一般方便 因而受到了许多 备受盐碱化问题困扰的地区 和农户的欢迎 除草 剑苗 去叉 喷洒农药 看着眼前这绿油油的 庄稼地上的农忙景象 电视机前的您 一定会以为是 内地某个粮食产区吧 然而 仅仅在两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 什么作物都不长的 重度的盐碱地 它就是在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如今 看着自家田地里 一片丰收的景象 在普惠农场 耕作了这么多年的杨敬超 真的没有想到过 自己亲身经历了 严谨化土地改良成功的日子 而在此时此刻 在全国的许多地方 许许多多的农户和农民 同杨敬超一样 享受着岸管排盐 和土壤调理机器术的成果 享受着科技 带来的生活的改变 如果我问您 16分钟可以做什么 16分钟 早上起床 洗漱一下 一下换个衣服出门 就差不多就没了吧 挺快的感觉 16分钟 敷个面膜吧 16分钟我可能 可以跟我的猫洗个澡 或者是浇下花呀 之类的 16分钟 烤汤的 清糖的 也许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 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 因为在很多人的概念里 16分钟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 能够干的事情有很多 可是对于患有心梗的人来说 这16分钟代表的意义 则会完全不同 2016年的夏天 四年一次的欧洲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家住湖北武汉的夏先生是个铁杆球迷 欧洲杯开幕后 可以说是一场比赛都没有落下 今天晚上和前两天一样 夏先生早早地就去超市买好了啤酒 一边喝酒一边看球 一直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 就在夏先生准备起身去睡觉的时候 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疼痛 倒在了沙发上 这几天老师熬夜看球 抽烟喝酒 自己觉得没什么 那天早上突然的胸口疼 疼了两三个小时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幸亏女儿在家 听到了声音连忙跑出来 看到父亲倒在沙发上 捂着胸口 于是他赶紧拨通了120的电话 进行求救 接到夏先生女儿的求救电话后 急救中心马上安排急救车出发 15分钟后 救护车就赶到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都出现过胸痛的情况 但是并非所有的胸痛 都是由心脏疾病引起的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 持续胸痛的症状 应当如何来辨别呢 第一个是胸痛的性质和程度 剧烈的胸痛 我个人的意见是 你第一时间应该是去预言 第二个是疼痛的时间 有些神经痛啊 或者肌肉拉长性疼痛 它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 疼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如果这种疼痛持续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 半个小时以后 那么这种疼痛不缓解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部位 急性心肌梗死的胸痛呢 它一般是心前驱的 这种压榨性的疼痛 脚痛 急救人员到达夏先生家后 立即对夏先生做了 简单的急救处理 然后又询问了家属 有关夏先生的相关情况 在7点25分 夏先生被抬上了救护车 在呼啸行进的救护车上 医护人员继续对夏先生 进行各种相应的检查 而在4公里以外的胸痛中心 医生们正通过车上传回的 夏先生的相关检查数据 在对夏先生的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并指导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进行有效的抢救措施 这是我们这个胸痛中心指挥室 在我们胸痛中心指挥室 有几块大的屏幕 这几块大的屏幕会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供我们医院的医生来指挥院前抢救 第一个屏幕是这个GPS定位 这样来讲我们通过这个屏幕 我们可以随时知道 我们的急救车大概到达了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预估这个病人到达医院的时间 来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 这个心电图是病人实时传输过来的 一个心电图的表现 那么这个心电图 也是我们院前心电传输一个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胸痛指挥室 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的心电图 生命体征 我们就可以了解病人的生命信息 和相关的一些资料 这样可以对我们提前判断 这个病人的病情提供帮助 并为后续的治疗和抢救 提供一个依据 这个显示品是我们在救护车上 安装的一个摄像头 我们在这是一个现场实时传过来的一个视频状况 我们通过这个实时传输视频 如果在急救车上发生抢救的情况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和院前急救医生 进行实时的通话联系 可以指挥院前急救医生抢救 提高抢救的一个成功率 在传统急救条件下 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 院前与院内急救不能有效衔接 胸痛患者拨打120送院后 要先到急诊科做各项检查 明确诊断 再转至心内或外科 然后准备手术 整个过程耗时长 使许多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时机 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急诊科不需要去了 各项检查在车上完成 而相关的检查数据 也只需要一个常用的手机 就可以让值班医生实时掌握 我们在120急救车和网络医院 我们都配备了远程心电传输系统 当医生首次接诊患者以后 会把患者的心电图 血压 脉搏 养合等指标 上传到胸痛网络 在胸痛中心的医生 就可以通过胸痛网络 通过电脑终端 实时接受患者的心电血压 心电图等资料 根据这个院前的资料 如果我们判定这个病人 是抬高院心肌梗死 有做急诊手术的指针 那么这个120的医生 或者网络医院的医生 就不需要再把病人 送到急诊室或者其他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从救护车 直接送到导管室 夏先生的各项生命体征 和检查结果 被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通过手机传输到了 医院专家的手机上 医生通过对夏先生的情况 进行了解分析 判断它应该是急性心肌梗塞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近些年来 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 越来越高 年轻人的发病率 也明显上升 那到底什么是心肌梗死呢 哪些因素 是导致心梗高发的用因呢 那我们心脏上 主要有三根血管 这三根血管里 任何一根血管发生堵塞 就影响到这一根血管 供应的这一片心肌的 缺血和坏死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发生心肌梗塞 就是通宵老夜 或者是大量的吸烟 没有正常的生活规律 这一定是导致这种疾病 突然发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7点40分 救护车到达医院 救护人员直接将夏先生 送至介入中心导管室 手术随即开始 凶路中心的值班医生 实时接受到患者的 心电图生命体征 包括病例资料等 信息以后 值班医生就会一键启动导管室 我们的急诊介入团队 是365天24小时值班室 那么一键启动导管室的 包括急诊手术的 数者助手护士和计时等等 当他们接到通知以后 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导管室的准备工作 这样当急救车到达医院以后 就可以直接到达导管室 进行手术 节约救治时间 7点56分 夏先生堵塞的血管被成功打通 从救护车到医院的那一刻 开始计算 直到整个手术结束 仅仅花费了16分钟 越短的时间开通血管 那么意味着更多的心机的存活 就意味着这个病号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恢复原来的正常的 或相对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 众所周知 急性心梗病人的黄金救治时间 为发病后的三小时内 且越早越好 真正是时间就是心机 时间就是生命 那如果我们身边出现了这种 疑似心机梗死的情况 应该如何来正确处理呢 那这时候第一时间 我感觉应该是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打120或叫120 当我出现胸痛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一个缺血的病人 或者心脏缺血的病人 在120没有来之前 我自己含服硝酸肝油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救治方法 这些措施处理完了以后 我静静等着这个120急救的人员到达现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致死率和致残率都非常高的疾病 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周边出现了这种情况 除了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 掌握一些相关的急救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心肺复苏法 是目前最常用的急性心梗的急救方法 如果在心脖骤停一分钟的白筋时间内开始实施 成功率高达90% 那心肺复苏法的要点有哪些呢 我们上去首先来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呼吸或者心跳 如果这个病人我们判断他如果没有呼吸或者心跳的情况下 这时候就要开始跟这个病人做心肺复苏 那么我们心肺复苏按压的点在哪里呢 我们正常我们正确的心肺复苏按压的点 是在我们两个鲁头胶线和这个胸骨正中连接的这个地方 我们叫胸骨中下三分之一 就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按压的手法就是左手手掌按在这个按压点上面 然后五个手指头翘起 然后另外一个手握在上面 我们的双手和患者的身体要成这个垂直体位 然后进行有效按压 那么如果说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比如说保持这种倾斜位 这时候按压是知识是不正确的 影响按压效果 所以我们需要在按压过程中的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按压频率 我们这个按压频率要达到每分钟100到120次每分 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的按压深度要大概在五厘米左右 或者可以适当的超过五厘米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按压的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手掌不要和患者的这个胸臂离开 像这种按压一下放一下 这种是不对的 就是需要持续的和这个患者的胸臂相接触进行按压 在按压的过程中 我们如果判断病人没有呼吸 这时候还需要对这个病人进行能功呼吸 这时候需要把这个病人的气道适当上通 然后进行能功呼吸 我们这个按压和这个能功呼吸的比例大概是30比2 急性心梗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 我们只有对它多了解一分 才能相对更早地去发现它预防它 而人们感叹生命无常的同时 其实选择一个健康正确的生活方式 远比无尽的感叹来得更有意义 等tha 姚 fuera 没有 你把人叹摸鸡蛋是吗 啊啊啊不能吃蛋的是吗 不能吃蛋的 早跟您说了不让孩子吃这鸡蛋您老不听 鸡蛋营养价值多高啊 那小孩不吃鸡蛋能长个吗 他还消化不了这个呢 还小着呢 怎么消化不了啊 你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 我看也没什么问题 家住北京旺京的向心 今年年初洗的千金 自从生完宝宝后 就把母亲从河南老家接到了北京 一起帮忙带孩子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类似的战争在向心家逐渐多了起来 最近更是每隔几天就要爆发一次 小到宝宝每天穿什么衣服 大到要吃母乳还是奶粉 几乎每一样和宝宝相关的话题 都会成为向心和母亲冲突的刀锅索 其实我跟我妈感情特别好 以前很让吵架 但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自然就有了争执 她那些方法我都觉得不科学 可是我一说她就跟我急 总说我小时候也是这么长大的 其实向心一开始也想到 两代人育儿观念会存在差别 但是没想到差别这么大 几乎所有的问题 都要有一次观念的对撞 最近两人时常争执的问题是 宝宝应不应该添加腐蚀 添加哪些腐蚀 我闺女一直是母乳为养 按说六个月应该加腐蚀了 我看书上说欧美国家 好多孩子 基本四个月就可以加腐蚀了 我妈非不让 非说孩子吃奶吃到八个月 这样对孩子好 我买的米粉也不给孩子吃 现在就是米汤加蛋黄 很早之前 向心就曾经在一本育儿书中读到过 宝宝的第一口腐蚀 应该是含铁的米粉 所以早早就备下了米粉 但是母亲却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 为了说服母亲 向心决定上网搜下资料 用科学依据来让母亲信服 结果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一搜反而让自己的认知出现了混乱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蛋黄腐蚀两个关键词 发现有一些网易上 确实像我妈说的那样 把蛋黄作为第一口腐蚀是正确的 确实有一些网站上的资料显示 蛋黄不仅可以补充奶类中铁的匮乏 对于只吃奶的宝宝来说是非常必须的 同时蛋黄还是营养价值的浓缩 鸡蛋黄里面含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单是溶汁性维生素A、D、E、K都在蛋黄里面可以找到 连水溶性的B族维生素也有大部分在蛋黄中能找到 她看到这些信息 出生体中的两倍都可以当作添加腐蚀的参考 张玉营养师、高级催乳师 自从三年前生了儿子小五之后 她就开始结合自己的专长 研究起了婴儿腐蚀的添加 现在每个月都要给那些 有着腐蚀添加困扰的新手妈妈上课 传授科学的育儿方法以及自己的经验 蛋黄当然可以作为宝宝的腐蚀 但不推荐当作第一口腐蚀添加 因为蛋黄的铁很难被宝宝身体吸收 其实吸收率仅为3%左右 还不如红肉或者是干尼 以前我们老一辈总是喜欢把蛋黄当作第一口腐蚀给宝宝吃 但是这样更有过敏的风险 所以还是不建议吃第一口为蛋黄 原来如此 蛋黄虽然营养丰富 但是过早的食用却会增加宝宝过敏的危险 宝宝尚未完全发育的消化系统 有可能会对蛋黄中的少量蛋白质产生过敏 从而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么什么时候宝宝才能开始吃蛋黄呢 一般来说蛋黄是在宝宝7个月到9个月之间给宝宝酌情添加就可以了 刚开始吃蛋黄的时候我们前三五天要少量的添加 看宝宝是不是有过敏反应 如果有比如说像腹泻 呕吐或者其皮疹那样的过敏反应 就应该立马停掉 听了张老师的解释 向心的困惑得到了解答 向心母亲的态度也有了改观 觉得在育儿的一些问题上还是更应该听女儿的 毕竟女儿的很多知识更科学 家里的气氛最近好了很多 家住房山的谢女士与向心有着类似的烦恼 自己宝宝前两天刚刚因为腐蚀的添加生了肠病 那天带两个孩子出去玩 可能那个玩的也有点累了 回来之后就给宝宝那个做了那个牛油果跟那个香蕉泥 可能还两个孩子就是玩的也比较累也饿了 就是他吃了有点多 当时大概吃了个半碗多吧 结果吃完了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开始吐了 当时因为他是老二嘛 然后小孩子吐呢 什么很正常就没多在意 因为小宝宝奔门发育不完全 时常会有吐奶的情况发生 越是小的宝宝 吐奶越严重 所以孩子一开始吐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谢女士过多的关注 当时我就没什么太在意 给他换了衣服之后呢 就准备带他去睡觉 当时给他换了衣服之后呢 突然又吐了又吐了一大口 干净的衣服又弄脏了 所以这时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吃得不舒服了 谢女士这时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宝宝这次好像真不是吐奶这么简单 第一是吐的量大 第二是宝宝开始哭闹 这是以往吐奶都不会出现的 因为当时觉得没那么严重 但是后来他又吐了一次之后 我就感觉说情况不对了 然后感觉带他上医院挂了急诊 当时医生呢说了可能就两个情况 第一呢有可能就是吃太多了 所以他胃不舒服就想吐 还有会有可能就是牛油果过敏的 牛油果学名恶梨 一种外来水果 根据研究 牛油果含有丰富的能够满足宝宝成长 需要的必要脂肪和营养素 包括8%的每日所需的叶酸量 4%的每日所需的纤维和钾的量 2%的铁 这样大小的一份牛油果 还含有81微克的类胡萝卜素 和19微克的β胡萝卜素 每份牛油果含有3.5克的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对神经和大脑发育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老大那个时候 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嘛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牛油果 但到了老二的话 因为身边朋友啊 包括网上啊 好多都推荐说牛油果是宝宝的第一口食物 然后就是给他买了 这东西还真是不便宜呢 给他买了 但是没想到吃了 就是会有这样不舒服或是过敏的这种状况 精心买回的腐蚀却成了病因 停止吃牛油果之后 在医生的治疗下 谢女士的宝宝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不过谢女士却一直闹不明白 这牛油果到底能吃不能吃呢 现在很多家长都喜欢把牛油果当做餐间的零食啊 给宝宝吃 确实众所周知 牛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但是有的宝宝会对牛油果过敏 我们第一次给宝宝尝试牛油果的时候 可以把牛油果切开 然后用勺子把果肉碾成果泥 小量的给宝宝尝试 如果有过敏反应就不要再吃了 还是有很多水果和食物的营养价值 可以跟牛油果媲美的 家长不要盲目的跟风迷信 其实专家提示 婴儿的腐蚀最好跟成人的保持一致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大人吃什么 孩子吃什么 一些搏来的食物 看似很有营养 其实却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宝宝 谁能想到备受推崇的牛油果 会让宝宝有过敏危险呢 随着宝宝的长大 要添加的腐蚀也会越来越多 对于随时随地可能存在的过敏危险 究竟应该如何规避和防范呢 宝宝过敏的高发期是一岁以内 尤其是刚给他添加腐蚀的头两个月 易过敏的食物有八大类 牛奶 蛋类 花生 大豆 小麦 坚果 鱼类 还有带壳类的海鲜 我们给宝宝尝试腐蚀的时候 应该从少量开始添加逐步的加量 然后添加腐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方法 在我国常见的添加腐蚀的顺序 就是先吃强化铁的米粉 再吃蔬菜 水果 肉类 蛋类和海鲜 姜女士家里有一个两岁多的小萌娃 一直以来 姜女士对于孩子的饮食都是慎之又慎的 孩子的餐具 吃的食品都是单独购买 而且买的时候 如果有儿童款 一定是买儿童款 我看现在的一些儿童食品分的真的是挺细的 像小孩的儿童酱油 儿童面 还有儿童牛奶 这些我觉得孩子吃起来更放心吧 我们家孩子反正 从小我就给他买这些 就是上面写着儿童食品的这些食品给他吃 我觉得这样更放心一些 然后他吃的也挺开心的 您看 这就是姜女士特意给儿子买的儿童酱油 我们的编导特意尝了一下 从口感上 似乎跟普通的酱油没有什么区别 但姜女士告诉我们 这款酱油的含盐量很低 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宝宝 别看这瓶酱油不大 价格可是普通酱油的好几倍 我觉得孩子的会安全一些 减盐工艺 零添加防腐剂工艺 零添加香精工艺 为了直观地看出两种酱油的区别 编导特意把这两种酱油倒到了碗里 从色泽上看 儿童酱油的颜色好像略微淡一些 但是气味差别不大 最后我们的编导特意尝了一下两种酱油 发现味道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这两者从这个营养成分表上来看 差别最大的是这个钠的含量 一个是1032毫克 一个是882毫克 差不多这两个中间差的是150毫克的样子吧 但是从口感上来说呢 我没有吃出任何的区别 因为都非常的咸 我觉得这个150毫克的这个钠含量 可能你做饭的时候多放一点和少放一点 这个差值就会追平 专家提醒 对于三岁以上儿童的食品 我国并未出台相关食品标准 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是营养均衡 市面上很多的儿童食品 为追求口感 会添加糖 盐 脂肪和食物添加剂等多吃无益的配料 所以如果想买现成的儿童食品 一定要学会认识配药表 目前就很多家长对那个食品添加剂锅量 其实意识还不是很深 但是呢 食品添加剂锅量会造成宝宝的慢性中毒 所以呢我们给宝宝选择食品的时候 不要选色色非常鲜艳 香味比较浓 香味比较假的这些食品 还是以天然健康 比较自然的食品 给宝宝多吃比较好 其实最好的食品来自妈妈的厨房自制 当然也有很多健康的婴幼儿食品腐食 孩子偶尔吃吃无妨 也不要因为吃过就紧张兮兮 觉得会不会对孩子不好 其实只要不长期过量食用 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风云变幻天灾人祸 地质灾害一直是人类生存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其他自然或人为灾害相比较 它突发性强 不可预见 危害面积广 危害程度大 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地质灾害种类繁多 分布广泛 活动频繁 危害严重 特别是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灾害 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峡库区地处我国大西南 这一地区地质结构复杂 多山区 自古以来就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 三峡大坝城库蓄水后 由于水位抬升 造成地质结构及地下水位的变化 使得整个库区所面临的防灾减灾形势更加严峻 由于三峡工程水位调度的特点 不管是汛期还是非汛期 库区地灾均可能处于一发状态 在历代文人默克眼中 凤杰是湖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的湿城 在史家笔下 凤杰是刘备托孤之地 而在地质学家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 成都碳矿工艺所的工作人员眼中 凤杰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质灾害博物馆 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信息 与预警指挥系统上 我们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的一千多处各类滑坡体密集地分布在长江 及其支流两岸 而整个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的重中之重 又要属重庆库区凤杰云阳两县 它是库区地质条件最差 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 而这些地区 又是库区城镇移民搬迁重建的主要区域 从2002年三峡办国土资源部 早就从蓄使开始就组织实施监测 而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碳矿工艺所 从最初就承担了与凤杰县以及云阳县境内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 完成了两线57处滑坡 库岸和323处高切坡 以及新坡滑坡和偶塘滑坡灾害监测预警等监局的任务 由于引发滑坡的诱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直观的参数指标就是位移 监测滑坡体是否有移动现象 另一个是地下水 对于涉水滑坡 地下水位变化与浆水位的变化连在一起 与滑坡体关联度很大 还有就是降与浆水涨落变化等 浆水上涨时对滑坡体进行浸泡 导致其松软增重并产生浮托效应 而回落时又对滑坡体有拖拉作用 很容易造成滑坡体失稳 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对监测的每一个滑坡体的各种诱因 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并且找出诱发滑坡的关键因素 可以说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系统工程 然而刚开展监测工作时 由于设备所见 大都靠人工监测 也就是在滑坡体上安装监测以后 组织人员定期进行巡查 一个月至少是训期都要在三次以上 这个是就是人要一出来一个工作组至少是五六个人 每个人拿台仪器 那么这个滑坡上有多少个点 每个滑每个点都要去挨着挨着去放一遍这个仪器 放两个小时 它时间长 时间监测的时间 一天下来可能监测一个滑坡到两个滑坡 但是由于监测点多 工作量大 工作人员即便天天在外巡查 各个点每个月也只能巡查一次 因为间隔时间长 在现场监测时可能还没有变化 但人前脚刚走 说不定就因为外部条件的突变 比如降雨退水等等而有了变化 尤其是雷雨季节 十里不同天 隔几十米天气就不一样 很难及时准确地掌握滑坡体的变化情况 这样一来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理 又无法实现动态实时监测 很难保证监测信息的及时准确 于是一去加人工的地灾监测预警模式 已远远无法适应行使的需要 如何才能实现监测数据的及时准确 可靠以及高效呢 成都工艺所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科技攻关 很快研发出来地灾自动钻孔深部位移监测仪 裂缝位移自动监测仪和光纤滑坡推力自动监测系统等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仪器 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方法 不止于此 利用物联网技术 成都工艺所的技术人员 在实施现场自动监测的技术上 又开发了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系统平台 根据地质灾害多年的监测经验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开发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第一 我们可以把我们野外的监测数据及时地传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第二 我们还可以通过视频 把野外的信息图像传到我们的信息系统当中来 使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监控室 甚至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实时地了解滑坡的状态 这是正在使用的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系统平台 系统里面包括了群测群房 专业监测 信息系统发布以及管理系统 平台的目的就是由从前的人工监测 到现在自动实时地监测 它的功能包括监测预警 调查评价 应急处置 综合治理和相关科目知识 前端将自动的GPS 自动的雨量观测 滑坡的深部位移 地表的裂缝 以及地下水位的变化等等 各个方面的监测数据 实时自动传输到后台 通过各种数据的综合分析 就能够判断监测对象所处的状态 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不仅如此 系统还能进行实时的视频监控 不仅可以看到滑坡监测现场的整个状态 还可以把镜头落到某一个点 比如监测人员所关心的变化大的地方 或者威胁对象比较多的地方 或者滑坡出现险情的地方 这套地灾监测预警系统的投入使用 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不仅实现了监测数据的 及时准确可靠高效 还能随时掌握现场情况 如发现异常情况和疑难问题 前后方可共同会论 及时做出判断 真正实现了决胜于千里之外 人类从最初的受制与自然 到与自然之间较量对抗 到今天一步一步尝试着 回归自然与自然合集相处 面对滑坡 我们首先要认识它 然后和它和平相处 比如我们可以搬迁避让 专业监测以及工程治理 然而这三种方法中 最高效最经济的一种手段 就是进行专业的监测 而且无论是搬迁避让 还是工程治理 也需要依托科学的监测 来作为工程治理的设计依据之一 2012年5月底 凤杰遭遇强降雨 由大西河畔的鹤丰乡 三天累计降雨量达到88毫米 6月1日下午2点多 凤杰县鹤丰乡三民村的 增加盆滑坡猛的解体变形 滑向河中 滑动体积460万立方米 滑坡前沿滑入大西河约30米 上面的房屋一并垮塌 树木像最汉一样东倒西歪 滑坡区内房屋全部被毁 约450亩耕地被毁 由于监测预警及时 滑坡区内的以及受威胁区内群众 在滑坡发生前成功撤离 9户42名村民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们观察了十年 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 还有当时的气象条件 我们预判到这个滑坡 可能在某一个因素出发以后 会发生大面积的解体 或者怀疑 由于我们监测数据的准确 把握及时和地方政府的结合紧密 使这个滑坡在滑移过程当中 没有人员的伤亡 使当地滑坡上的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据专家推测 在2016年 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将明显加剧 我国多地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 如气温异常 南方多地发生了洪灾 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因此 及时发布气象信息 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 显得尤为重要 而十多年来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的经验 值得借鉴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 借助现代空间信息 物灵网等技术 构建新一代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整合集成地质灾害信息 监测预警等平台 建立完善地质灾害远程汇商和应急指挥系统 这对于减轻地质灾害风险 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异常重要 这套监测系统通过这些年的使用 功能更加完善 可以对滑坡进行实时有效的监控 技术人员一旦发现数据异常 可以进行及时的处置 最大限度的保障 人民生命产材的安全 对全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